什么情况要给队友扛刀 你可能只知道一种情况 那就是机子快压好了 队友又是上挂飞的状态 你可能会去给他扛刀 但实际情况有时候非常复杂 今天来看三把比赛你们就明白了 你们看这里啊 五女是上挂飞状态 但我们现在根本不敢去给他扛刀 因为外面的机子差的也还有点多啊 如果扛刀风险很大 有可能平局都打不了 飞行员没去扛刀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他吃刀就会倒地 一旦倒地有可能会守住了这台遗产机啊 但我去扛刀就不错啊 因为我吃刀之后不会马上倒地啊 但如果真的要扛刀 那就一定要扛的有意义啊 就比如我这样的卡位啊 可以让五女转大点 非常合适啊 那吃刀之后一定要记得带走这台遗产机啊 不然很有可能还是会输的 最后这把也是赢了 这样的扛刀就非常有意义啊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ok 再来看第二把 当我在鸟笼修机的时候 队友有可能会经过鸟笼 此时我们一定要帮他下板 这样可以节省遛鬼的人下板时间 然后你们看这里啊 大夫的表块没了 距离也非常近啊 此时我们可以考虑给他扛一刀 不让恶梦游手以截着 那这一波扛刀直接让大夫活了 就非常赚 当然刚才这种情况 有些监管可能直接换追啊 那就看你的基本功了 不可能说一换追你就倒地吧 那这样的话你还是别扛了 不然大夫也会晒后你的 这把最后也是成功三跑了 然后再来看最后一把 局面非常差 球图和任人是同时被挂上 我又是半血遗产机还被守住了 是不是很绝望 接下来还有更绝望的 这里我无伤就下了球图 不要扛刀 因为机子还没人去修啊 这台遗产机啊 已经有80%了 这台遗产机啊 已经有80%了 平局的面已经非常大 只要我能够正常追下人 这把就有希望了 但结果你们看 球图去干嘛了 他真的不知道去干嘛了 大鲁鱼啊 不会压鸡吗 就会输了